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是你在这些折扣网站上面去发布这个帖子是需要管理员审核推送的 那有一些网站它是需要有些网站它是不需要的 如果是不需要的你可以直接跳过这一个步骤 第三个是将这个促销网站的链接分享到账外的平台上面去 刺激这个用户去点击你这个帖子 那像在促销网站这一种这些折扣网站上面 其实你可以发现当你发布的一些折扣折扣的一些信息的时候 只要有这个用户点击进来去观看的话 你的帖子就可以有一个上升的趋势 那我们先这一节课的折扣网站我会给大家分类 分第一个是这个门槛较高的一些折扣网站 第二个是收取费用的一些折扣网站 第三个是门槛比较低的一些网站 那我会相对应的去介绍一下这些网站它的一个使用方法 并且它的一个收费 以及它在创建这个链接的时候 你需要放置什么样的链接 那接下来我们先进入第一个门槛较高的一些网站 有哪一些呢 第一个是这个SleekDual SleekDual是现在美国来说比较热门的一个Dual的网站 但它这里有一个要求 第一个是你的Feedback Feedback这里是指的是Feedback要有一千个以上 那你的Review要有五十条 包括你的FactSport 也就是你的Review质量评分要有C级以上 也就是ABC这个是属于达标的 如果是低以下的就属于不及格的 是没有办法申报成功的 那我们来进入一下这个SleekDual这个网站 首先我们会进入这个SleekDual这个网站 你会看到这样一个页面 就这个是它的一个主页的表现形式 那有两种情况 像第一种情况是 如果你是想是达标的情况下 如果你是你的产品链接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达标 达标的一个诊断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这个Facebook 比如说我们在亚马逊前台去搜索一款产品 可能是你 我们现在以这个Glass眼镜为例 我们叫搜Sunglasses 比如说我们搜索一款太阳眼镜 那假设我们找到某一款产品 比如说这个Bestseller这种产品 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个 首先你看到它的review基本上都已经达标了 我们接下来的下一个步骤是要去监测一下 这个Facebook它自己的一个review的质量有没有达标 把这个链接复制 就是粘贴之后点击分析 然后这个位置就会开始出现一个评分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它的review质量的一个评分是A级 也就是它可以在SleekDual这个平台上面去申报 申报活动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网站它的一个用法 比如说这个是它评出来的一个A级的评分 那接下来你可以看到 在这个网站上它包括还给你总结了一部分的review 它留的相对比较真实的 虽然你可能看到这4000多里面 肯定想着它这里面肯定会有刷单的成分在 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及到了 一个正常的购买过程是需要关键词搜索 点击浏览加购之后去购买 然后再去留屏这样一个正常的流程 那他们为什么会被监测为是安全的呢 也是因为他们去模拟了这样一个正常购买的流程 所以这个部分会有告诉你说有一些消费者 他在留这个review的质量的时候看到 你可以看出他留的一些内容是相对比较真实的一些内容 那下一个部分主要是告诉你说他的review是怎么上升的 你可以看到在中间的这个时间段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 你可以看到他的一个评价的分数 你可以看到他是在去年的这个9月份的这个时间段 时间慢慢往下跌往下跌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review的数量是慢慢往下跌 那这个时间段可能会有一个商品的风险 那到后期他又慢慢的往回升 那你可以看到在这个时间段 你可以看到他的review有存在一个商品的风险 那下一个部分的内容是 你可以追踪这个产品他的一个价格的变化 你可以看到他到1月份到一直到现在 价格是基本上趋于稳定的 那到这个时间段 他的一个10月份这个时间段 他的价格跌到最低 那有可能这个时间段 他的一个销量并不是特别好 那到下面最后一个地方 这个部分是给你总结出 消费者经常在review里面提到的词 最大的这个是他们最常提的 那相对应的小的是其他的 那这个部分的参考依据 你可以比如说这种词 case还有lenses 还有这种 这些很多很多一些跟产品属性有关的一些词 你都可以拿去把它作为一个参考依据去放置到你的文案里面去 那你通过这样一个分析 在faxball这个网站上 你看到它的评级是为A 那接下来我们就操作一个流程 去申报这个活动 比如说这个位置 点击 然后我们把对应的产品链接 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了 最好是放权威链接 如果你自己注册了这个亚马逊联盟 最好是有亚马逊联盟的也同样可以放置进来 那我们把这个链接粘贴 接下来这里的标题你可以 这部分它会自动自动帮你生成一个标题 你直接按这个标题就可以 但是这个部分你最好把前面或者在后方有一个价格 有一个价格你最好把它给写上去 也就是折后的价格 或者你直接在前方让它显得醒目一点的话 你可以在前方这个位置去放置折后的价格 比如说我们假设这个产品 它是105美金对不对 那105美金的话我们可能打一个90美金 那它这里是告诉你说提高一个价格 它是包括在里面来的 那也就是9 我们看一下可能这个长度有点长啊 相对应的把它缩短一点 把这个free shipping加进去 它这个位置有一个制服的限制 我们可以稍微把这个标题 它的标题定的有点长 我们可以稍微缩短一点 那你这一个部分写一个折后的价格 比如说90美金 加一个free shipping 这部分 然后再把这个标题相对应的缩短一点 之后发布 那这个地方同样给折后的价格 接下来这个产品描述这一块 产品描述这一块你可以直接拿最后一个部分的一个产品描述 像它这种是属于品牌备案的 你要在这个地方把这个产品描述给复制下来 然后粘贴 那同样的你在这个地方要注意把你的dear 你的折扣码一定要把它给放进去 在上面的一个部分 这个note这个位置 注意把一个代码 也就是你这个code的number 把它给放置进去 然后假设我们随意的去 比如说喜客科技 这样的一个折扣码 把它放置进去之后 去由这个管理员去审核的 这个部分是你发布出去后是由管理员审核 它通过之后会相对应的把这个折扣码 放到这个链接上面去 那我们下一个步骤 这个部分 它自己已经自动帮你匹配了 那你可以不用 不需要你去填写了 接下来是这个品牌 品牌如果你有这个 我们来先看一下它这个地方 它这个 上面有没有追踪到这个 它的一个品牌 如果像这种情况 它是属于没有的 没有的你就直接搜索亚马逊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部分是填写 这个头像 也就是图片 我们现在比如说假设 在前台我们找一个图片 粘贴 那在这个地方它也告诉你 它也可以帮你添加一些图片 这个位置是你当你放置了一个产品的链接之后 它就会系统自动 推给你这个对应的这个产品的一些图片 然后你就提交 提交之后管理员会进行一个审核 审核 这个是如果你的这个产品的链接 它是属于达标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发布这个产品链接 那在这个地方 既然发布的 讲到发布产品链接的话 我们稍微提一下 如果你想在这个网站上面去 做这个折扣的话 建议你是电子产品的 或者服装配件的 或者家居类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电脑配件的 手机配件的这些 你可能在这个Sleek Duo上面去比较适合 如果是美容更物类的 它的一个市场不算是特别高 另外还有就是高货值的产品 可能在这个网站上面 它的一个销量就没有 低货值的一些产品销量要高一点 那这个情况是属于门槛比较高的一个网站 那如果 如果你想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发帖的话 其实还有另一个渠道 我们点开 这个网站其实这个位置有一个论坛 刚刚我们发布的这个地方的位置 它是一个卖家的卖家身份去发布这个帖子的 那如果你还想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发布帖子的话 你可以以买家的身份 消费者的身份去分享一些好的Dual 好的折扣去给这个用户去下载 那在论坛 你点击论坛这个位置 你会看到 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很多介绍产品的帖子 那如果你想发的话 可以点击加号这个位置 去发布一个帖子 那这个系列都是去分享一些好的帖子 那我们先来以一个打开某一个帖子为例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产品 这个帖子 我们点击进来 你可以看到他们分享的 分享的这些帖子 可以以他们的这种方式去填写这个帖子 但是如果你想在这个上面去发布这个帖子的话 你要注意了 这个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期养耗的一个流程 所以你在加入这个SleekDual这个网站的话 你要先不要马上急着去发布这个买家论坛的 这个地方的一个帖子 你需要做的是经常的去点赞 去评论别人的发布的一些帖子 然后维护了大概一个月左右 你才开始去尝试着去分享你的帖子 否则的话 如果你是没有这样子做的话 可能你在这个地方发的这个帖子的话 会有一部分的一些买家 会把你这个帖子举报 或者直接这个网站就把你发布的这个论坛的这个帖子 直接就给删掉了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你刚接触到这个网站 没办法一时做到养耗 那么快就养到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账号的话 那我给大家介绍 还有一个门槛比较低的一个网站 也就是这个Dior Plus 那这个网站的话 它的一个运用的原理 我们打开这个网站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网站 它是会在这些地方同样的是去 发布这个折扣信息 但是它这个地方是需要你去登录这个账号 之后才能在这个上面去发布这个帖子 那我们这边登录一下这个账号 像这个网站 它是需要你去登录这个Dior Plus这个网站 那我们这里是属于登录好了 所以你在点击加号这个位置 直接选择发布这个Dior或者Coupon都可以 那我们首先在这个位置放置我们的群位链接 然后下一步 在点击下一步的时候 这个需要一部分的一点点的时间 它是去主要的话是去监测 这个如果你的review比较多的话 它会需要有一个比较久的一个监测的过程 那下一步的时候 它就会跳到直接发布这个产品的一个页面 你可以看到这些地方都是默认的选项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类目 那我们假设它是7配的 那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标签 标签我们可以看一下 按你实际情况去选择 那这个是它的一个原价 也就是你这个促销之后的一个原价 那我们假设它是90美金 然后它的一个运费 下方是问运费 运费的话你一般标记为0 0美金 那这个地方是指你的折扣结束的时间 比如说6月 6月是这个18号 假设是6月17号 那产品描述这一块 同样也是复制下方的 但你要适当地做一部分的筛选 不一定要全部复制粘贴 主要的话就是给消费者稍微的 大概知道你这个产品的一些信息就可以 那这个部分就直接可以提交了 这个它发布的帖子就比较容易一点 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它这个是它的一个发布帖子流程 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一个门槛 稍微低一点的话就是 它的feedback需要100个 它的review需要20个 所以像这个门槛稍微低一点 就比较适合一些中小的卖家 那前面的sleek deal 可能就比较适合中大的卖家 那这两个网站 同样的都是以发布帖子的形式去做促销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两个门槛 对你来说有一些小卖家 可能目前还没有办法达到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给大家推荐两个网站 去在这两个网站上面 去找红人去帮你发布这个帖子 比如说第一个skype skype这个网站你以邮件去注册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切换到我们的账号 那这个地方就是这个skype这个网站了 你可以在skype这个网站 这个搜索框这个位置 位置去搜索 比如说sleek deal 那你通过搜索这样一个关键词 这个下方会出现很多的一些用户 你只要点击 比如说我们找一些红人 可能是比较适合我们 像这个是美国的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 然后添加到沟通 那这个地方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直接 直接在这个栏框这个位置 就可以直接跟他去发消息 然后或者打电话给他 那这个skype这个地方比较使用 你要做的就是跟他去沟通好一个佣金 那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佣金有多少呢 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 另一个网站这个fever fever这个网站的话 你可以去在这个搜索栏 这个位置去搜索sleek deal 那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就有告诉你说 他的一个佣金的费用了 同样我们切换到这个fever这个网站 你在这个地方搜索 search这个地方搜索 搜索sleek deal 你可以看到 这个下方的位置会告诉你 他会帮你发布这个帖子 在他的一个社区上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里都有他对应的一个费用 你只要点进去 然后跟这个 跟这个发布的这个红人去跟他沟通 沟通就可以了 那这两个网站对大家来说 如果是小卖家的话 可能还比较实用 如果你在门槛 我们说的sleek deal 没有达到达到这样的一个门槛的话 你可以尝试的去 用这两个渠道去找 相对应的红人去帮你发布这个帖子 那这个是属于 我们前面讲的 门槛较高的一种类型 那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费用较高的和较低一点的 这个促销网站 那第一个是这个 Dior Moon 也就是这个网站的话 它出来的费用就是 500美金一个帖子 但是可以有五次更新 那这五次更新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在这个位置去发布了某一个帖子 那它会可以让你在 这个帖子失效之后再更新一次 也就是更新五次之后才开始失效 那这个是属于500美金的一个帖子 那另一个网站是这个 Dior News 这个网站的话 它的费用就相对低一点 也就是200美金一个帖子 但是它可以让你24小时保持在首页 那像这两个网站都是属于 比较 我个人建议是比较适合中大卖奖 也就是当你是做的有一定成绩之后 再来参加这种收费的这个促销网站 可能更适合你 那我们首先打开一下这两个网站 比如说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Dior Moon这个网站 这个是这个Dior News这个网站 那如果你后期想报这个 发布这个Dior的话 你直接点击这里有一个联系 我们联系客服去发帖子就可以了 注意是联系客服去发帖子就可以了 那这个是两个收费的一个网站 那最后在折扣网站这一块的话 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个门槛相对较低的网站 比如说这个Savvy Savvy这个网站是目前发现来说 它的门槛相对较低 而且操作方法也特别方便 这里看到大家这个门槛啊 十个review 十个review 其实只有几个review 或者一两个 它都是同样可以发布的 我们现在进入一下这个Savvy这个网站 我们进到了这样一个网站 你首先点击 点击亚马逊这个 这个标签 然后你会在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会告诉你 发布这个code 也就是这个促销码 以及该讲的一些基本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像这个 多少多少钱 就是在折扣之后的价格是多少钱 或者介绍一下产品 然后 把这个群位链接放进来之后 shale shale之后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地方会有很多 这个关于亚马逊的一些产品的帖子 可以看到它直接就跳转 你可以看 这个门槛第一 你可以看到 一个review 就可以在这个网站上面去发布了 所以这里也是介绍一个 相对比较低的 门槛比较低的一个网站给大家 另外 在你发布了这个帖子之后 你可以 我们前面也讲过这个运行原理了 你要对相对应的把这个 把这个网站 你发布的这个链接 也就是这个链接 你要相对应的把它 发给 发给这个 发给这个 社交平台上面去 让更多的人去看到 看到你这个产品 那这个是门槛较低的 另外也给大家介绍一个 我们公司这边 喜客科技这边发布的 开发的一个网站也叫 Copen from China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目前来说 它的一个用户 跟这个 卖家 它的一个数量不算特别大 因为是在近期开始 刚开发的 所以 暂时的话 它是没有门槛 可能到后期 入住的这个用户 以及这个卖家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会相对应的提高门槛 并且 给这个用户 这些注册的用户 去收费 收取这个会员费 那这个部分 一般目前来说 发布这个帖子的话 是需要 联系这个客服 然后由管理员去 发布这个帖子的 那这个地方是给大家 介绍了 六个 六个折扣网站 我们回顾一下这个 折扣网站的部分 也就是它的一个分类 这里给大家介绍了三种 一种是门槛较高的 第二种是 这个费用的 一个是门槛较低的 那你通过这 了解三个折扣网站 我们后期 也可以看到 到底自己 现阶段在哪一个阶段 适合哪一种网站 可能更适合你 那你可以通过 我给大家介绍的 这六个网站 去研究一下 自己适不适用 那到这一个步骤 我们就讲完了 折扣网站这一块的 知识点 那我们下一期 会讲到这个 红人网站这一块 那我们这一期的 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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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